大家好,今天我會跟大家探討一下 為什麼海高斯的熱帶氣船 會在24小時內迅速增強成為颱風級別 令到香港天文台需要改發9號列風或暴風訊號 而澳門更加需要改發10號的風球 首先我們就要看一看這幅圖 這就是海高斯的圖 剛剛它已經減弱成為低壓區 看到香港就是在這個位置 香港就是在這個位置 而它是在非常接近澳門的地區登錄 當初是在前天 即是在星期二 或是星期一 它還未發展成為熱帶低壓之前 還以為它會催去海南島一帶 而日本戲帳廳更加預計它會橫過海南島 不過之後 到星期二的下午 很多預報模式顯示它將會在廣東西部沿岸登錄 並不經過海南島 不過最後它在諸公口以西已經登錄 即是表示它採取了一個比較接近本港的方向移動 再加上臨尾的爆發性增強 令到我們香港天文台需要改發 九號列風或捕風風力增強信號 那為什麼呢 這個 雖然它在星期一 星期二仍然是比較鬆散的組織 那為什麼呢 去到星期二的早上會開始增強 並且增強得這麼厲害 去到星期二晚上 去到成為這個颱風級別的熱帶氣旋 那其實呢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 首先 就是 有一個頗高的海水溫度 海水溫度高 自然有利於它的發展 那另外呢 也是有一個比較弱的垂直風切變 那這個也是一個對它有利的因素 那 在 星期一呢 就是預計到 它呢 只是會進一步發展 不過呢 很多的電腦預測的模式 都以為它會在隨後兩三天 就橫過南海北部而向這個海南島 以至是廣東西部沿岸 不過最終呢 它呢 也是沒有採取這個路徑 來移動的 另外呢 那 在 星期二呢 它呢 已經是發展了成為海高斯這個熱帶氣旋的了 那 由這個發出1號風球去到9號風球的時間呢 只是呢 是用了差不多22個小時而已 那 是非常之快的速度來的 那 而呢 其實呢 因為它那個垂直風切變是比較弱 所以也有利它的發展 不過呢 沒有遇到呢 它呢 是非常之接近本港的方向移動了 那 在這一次呢 就是 非常之 發展到呢 這個 嗯 天氣的電腦的預報呢 仍有多個的不足之處是需要呢 是有待發掘 所以我們都不能100%是依賴這個電腦的預報模式的 那 我們就可以看回第二個圖了 那這個圖呢 其實就是顯示了一個定點的實況的圖 那 其實呢 這個呢 嗯 這一幅圖呢 其實呢 就是在網上就找到的 那 看到呢 它呢 在香港的西南不足80公里呢 是略過的 那 而呢 原本就以為它是400公里外是略過的 跟著後來就是250 跟著就200 跟著就150 跟著就150 跟著就100 跟著就100 跟著最後呢是80公里 非常之快呀 那呢 那呢 原本呢 就是 是 是向這個西北偏西移動 不過最後呢 就採取了一個較為 近香港呢 就是西北的方向移動 那呢 在香港的西面是登陸的 那 那大澳呢 那個風暴潮都 影響到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澳呢 部分地區呢 都是曾經 是出現過一些的水浸的情況 是出現過的 那我們呢 看到它呢 在星期三呢 的青神呢 已經是登陸了在珠江口以西一帶了 那呢 現在呢 已經是減弱成為低壓區的了 那我們可以看看下一幅圖 那就見到這個呢 其實就是這個氣壓 那個氣壓的圖來的 那這個氣壓圖呢 就見到 最低的氣壓呢 就是992的 那呢 都不是太低啦 都是比較高的 但是呢 它呢 是成為了一個颱風的級別 那它呢 最低的氣壓就是992 那 那另外呢 就有兩條片呢 是給大家看看 就是呢 一個呢 就是它的發展情況 另一個呢 就是它的雲層的 一些變化 首先就是這個 它呢 在南海的北部就生成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迅速移動 那呢 它的壽命都不夠兩天 那已經是滅亡了 那它就登陸了在廣東元岸 然後呢 來自珠江口的西部一帶 那 那見到呢 它呢 由開始呢 突然呢 是 在臨... 嗯... 就是橫掃了呢 澳門的三條大橋 那所以澳門呢 都是要發出十號的颱風訊號 那在另一段片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雲層那個的 組織都是比較鬆散的 那呢 一直都是比較鬆散的 直至到臨登陸那時候 去到本港三百多公里範圍之內 建成強烈大風暴的時候呢 那個組織呢 是非常之... 有組織的 那... 那... 見到呢 那個雲層呢 都是相當之厚實的 那... 它呢 那個雲層呢 是完全覆蓋了華南 那所以呢 我們呢 都在... 星期三呢 其實呢 香港天文台呢 亦都發出了 黃色的暴雨警告訊號 和雷暴警告訊號 山泥傾瀉警告訊號 那所以呢 它呢 帶來的外圍雨帶都是不少的 那... 那... 最後呢 就可以看回這個雷達的圖像 那... 那... 見到呢 它呢 在8月19號呢 最接近本港的時候呢 清晨的時候呢 那個情況呢 那... 那... 見到呢 它的風眼呢 都是相當之明顯的 在未登陸的時候 登陸了之後 那個組織就比較鬆散了 那... 就見到它的風眼呢 那... 那... 所以呢 都是相當之明顯的 那... 那... 總括來到去講呢 這個的海高屍呢 為什麼呢 可以呢 這麼快是增加了 這三個的原因呢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這個的溫暖的海水呢 令到它呢 發展得比較迅速啦 那... 另外呢 就是微量那個的水浸的風潮店 最後呢 就是一個涼口的高空空敷散 那... 這三個呢 都是對這個廣闊低眼區呢 有利成為這個的 台風級別的熱帶氣旋 的一些的條件來的 那... 那...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啦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好 下次再見 拜拜